吊飾自己裝 然後我們今天做的作品 第一件是這個 每個人都有 我應該是準備40片 如果我們記錯的話 我這邊準備40片 OK 然後有嗎?找到我陀螺嗎? 沒有把我陀螺擺出來 不是 就是要拿出來 他怕飛走了 對,真的會不見 我知道 因為其實我本來做了好幾十個 已經剩下這幾個了 同學 你不要拿回去倒水 這個是這樣 一樣也是用木車蟲做的 然後 它很雨 就雨微 因為機器可以抓這麼多 我只要用 這個大概是一隻 一隻筷子的木頭 一隻筷子好粗啊 這個直徑 大概一隻筷子的直徑 然後讓它夾 夾紋之後 我只要留前面一點點 留前面一點點之後 他會高速運轉 就可以我刀子放進去慢慢做的 那曾經有同學說 老師你這個是用靈牙籤的嗎? 不是齁 這是一體真心的 然後會不會轉? 真的會轉? 不是啊 布車床就是做圓柱體 所以它一定是正中 就是正中心的 所以會轉是很正常的 這個是我們在受訓的時候 的一個標準 我們受訓的標準 是要能夠一層的成功率 也就是我給你十隻短筷子 當然不是筷子 像筷子一樣的木頭 你要有十隻 你要完成一個 因為 最難做的地方在哪裡? 這裡 它還是要告訴你 你倒是要握好 心無旁駕 我通常都是禮拜六禮拜天在做 為什麼? 平常在做的時候會想到一個人 就是老闆 但我想到老闆的時候就 那個叫精氣神合一 懂嗎? 你不能再想其他事情 你要很專心在做 但你想到老闆交代你一件事情 忘記做的時候 我忘記回的時候 一個電話來的時候 一個Line來的時候 就斷掉了 所以我通常都是禮拜禮拜天做 但是有時候禮拜天做 禮拜禮拜天想的時候不一樣 所以有時候想到 信用卡沒有繳 把斷 電話費沒有繳 把斷 然後幼稚園 像我兒子是幼稚園 哎呀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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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